新城乡康乐村的村民们期待十多年的康乐社区活动中心 也在13号举办了接牌仪式 县府秘书长饶中、新城乡长和理台以及在地的民意代表们 共同来见证全新城乡最大的社区活动中心 新城乡长和理台表示 活动中心的启用将会提供社区民众、长者、幼儿园、学童 集会活动的好空间 在康乐村社区婆婆妈妈和长者们热情舞蹈之下 华林县新城乡康乐社区活动中心界排活动正式展开 新城乡长和理台表示 98年10月25号 新城乡长的时候就已经规划新城乡幼儿园了 当年新闻园的时候 康乐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志诚 和新城乡理事长邓可平 就希望有一处社区活动中心 来提供长者们快乐学习的好地方 和一台表示 1807年10月25号回任担任乡长之后 就积极地配合协同理事长刘志成 邓和平前往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来争取 同时也感谢协长徐中卫补助经费 以及先严郑宝秀邱光明的协助 现在向客人社会讧练中心才能够兴建启用 邓和平代表 也是U资产与市场 在109年的时候陪我一起到东半 一起来征集发动基金 当时也有很多为社稷发展协会的 各位为我陪伴你来一种前往 来跟发动基金来征集 同年实验论的时候合并 合并完之后积极了 积极了也跟台坦公司来做租热的工作 广大的乡亲要来制造 社稷发展协会的用心 以及我们代表队陈秀宇的主席 以及各位代表的前例的支持 邓民进市长也是帮忙非常多 那我想最主要我要谢谢和平代表 说实在呢 再来就是公所需要这样的一个配合馆 当时给秀宝宇议员一个任务 就是这个配合馆要跟现场来争取 那我想要谢谢秀宝宇议员来支持这样的一个配合馆 现在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宁也感谢上级单位的协助和公所的努力 今天的活动中心非常的舒适 以后我们的村民都可以在这一段活动 喜宴也可以 真的是照顾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乡党公所全民团队 现眼镇宝秀出光明也会协助争取经费来办理二企工程 我们是也都一样的空壳 那后来就是不管是监视器地毯都是有别的家居来帮忙立筑 那那年到我们当初我们就要帮忙大家 对不对 对 那来自我说说这达两件事就过了 我在想因为我们去现在因为我们会去建设处 建设小组 我一定会往后当初的事业会在建设小组 尽量为我们去建设处 设计最多的检测军队好不好 好 身为我们的地方的艺员 我们地步中心的 一定会协助把康德社区 所有的设备能够赶快 能够把它搬起来 给我们康德村的所有的家庭能够使用 相当合理特别表示 康德火动中心近180坪 堪称是全箱最大的红中心 空间设计采光也是非常好 你们创更能够耐使七级阵风 非常安全的建筑 用最好的材质 为社区乡亲打造最安全 优责的活动新空间 网工之后也欢迎乡亲来申请办理 喜事或是各项的大型活动 接着就让你先看到